新北市长侯佑仪今天率领市府团队来到永和的国父纪念馆 和永和区里长们展开113年首场的行动治理座谈会 行动治理的目的是要透过跟里长的面对面沟通机制 第一时间了解并有效的回应 让各区的进步跟改变都明显看得见 永和的里长们看到新北市长侯佑仪来了赶紧冲上去献花 29号113年度第一场行动治理座谈会 最后办在永和 新的一年也期盼透过和中央合作将市政推进一大步 而其实这个行动治理座谈会从108年启动 至今已经办理超过200场座谈会 里长们总共反应3234案 也解决了2780案高达8成5以上 我们希望说永和里长可以把所有他想要建设永和的事情 全部把各局处说出来 这种行动治理序县市长像他这样做的话 对基层应该非常有方式 来请听第一线人民的声音 不管是小事大事都是重要的事 行动治理透过和里长面对面的沟通机制 第一时间有效回应 同时联合跨局处攻所协力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 让新北市的改变很有感 接下来 刘淳伟 新北长报导